我們關心大這裡 我們東航空一台高雄北洋 中國貴雄的飛翁機 在空中 讓冰雲打到 加蘇昌的布蕾被開 結果這台飛翁機 並沒有修理布蕾 就知道一百四十名的路 被返回臺灣 我們東航空是共調 安全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現在主管機關民航空 已經蓋在調查囉 加蘇昌的東航布蕾出現 像在地圖網子一樣的筆順 這是我們一台MD-82的飛機 前天會不會四點 由於高雄西港記錄起飛 就由中去讓冰雲打到 雙腳完結尾飛去中國的 貴雲記錄 原本七點四十就要回來 因為減少跟十點多才起飛 不過雙都沒有換蕾 有五層 那個玻璃是五層 是最外層 然後去以溪 然後中層 然後一共有五層 我們現在則是最外層 我和共調經過冰雲 冰雲只想到東航布蕾的最外層 但確定不安全的遺留 才決定要完結飛回來 事後也通報民航局 事件的經過 不過民航局認為 萬航的鑽壓到底會有所事 還會進一步來調查 民航局表示要調查 萬航遇到冰雲的處理過程 還有在 貴雲記錄遺書的電視跟有負荷規定 這也是在空中關的車 還有鳥子思驚以後 萬航這個月裡面的第三次 求民航局調查 記者的電視 報告 記者 中文字幕——YK